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友田 又到了今天说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跟各位谈的题目是 相信自己 肯定自己 你的人生就会不断的升值 现在全球不景气 各国政府财务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工商企业关门的关门 收摊的收摊,裁员的裁员 因此导致了许多的员工 对未来不看好 觉得自己的前途非常的渺茫 有些人认为只要能够保住下工作 能不断做,不被file掉 纵然没有加薪 只要能够持续做 没有被file 能够退休就是最大的本事 事实上天下并没有多难的事情 一个人成功和失败 在于你能不能够肯定自己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走上成功之处 只要能肯定自己 什么事都很难把你给难倒 我认为成功最大的秘密武器 就是用最大的爱心去喜欢自己 相信自己,肯定自己和接受自己 事业经济论坛访问了许多专家 调查的结果 发现2013年的景气越来越不好 看坏的结果高达72% 只有9%还有点乐观的心理 面对这样的环境和处境 我们究竟要何去何从 我们前途到底决定在景气环境 还是自己手中呢 那我先说故事 一起来看看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志明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了 但他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 从小父母亲就一谢他 他当生日这一天 也是他准备隔几天 就不需要离开过院 到外面去奋斗 去掌握自己的人生和生活 对于这样的情况 志明心里坎坷不安 他冲到院长室 问院长说 从现在开始我算大人了 我即将走入社会 可是我一想到 进入现实的残酷环境当中 别人看到我是孤儿 知道我是孤儿 他们的眼光一定是非常的鄙夷 他们一定不喜欢我 认为我未来没有前途 想到这点 我心里就难过万分 请问一下院长 到底我的未来在哪边 我有美好的未来吗 院长当然知道他的心思 毕竟院长带过了许多的孩童 一个一个在二岁的时候 把他们送进社会里面 所以他非常了解志明心里的想法 他跟志明讲 不要担忧太多 不要想太多 我会告诉你未来人生怎么样走 会更顺畅和更好 明天你拿着这块石头 一个圆圆的石头 你到菜市场上面 找个地方 摆地摊 把想办法卖出去 只要有人买这块石头 我会相信你未来一定有本事的 这块石头 看起来非常平凡不起眼 不过你把定价一百块钱 好了 只是有人给你买 记住一句话 绝对不要买给他 不然别人出多少价钱 记着在菜市场收摊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块石头抱回来 跟我报告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志明第二天一大早 就到菜市场上面 找个地方 把石头摆在地上 注明一百块钱 开始没有人问你 大家也觉得很好奇 一个年轻人什么不卖 卖菜可以啊 卖水果也可以啊 怎么卖这个毫米价值的石头呢 而且还卖一百块钱 真的是怪怪的 没多久 有人慢慢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在卖石头 于是七嘴八嘴就说 这块石头到底有什么特别 还不是跟渡边或者河边里面捡到石头一样呢 为什么卖一百块钱 没隔多久 有人看到这个年轻人 有心做生意 于是心生好念 有人说年轻人把这块石头卖给我好了 一百块钱吧 买完之后你赶快离开这 这名寄住院长的话 于是告诉第一个想买石头人说 不我不能卖给你 我现在不太想卖了 没多久 又有人过来问 买这块石头 但是旁边人跟他讲 刚刚一百块钱人家不卖 你一百块钱买 谁卖给你啊 于是 这客人就出两百块钱给他买 自民一来不卖 没多久 陆陆续有人出价 有人出了三百 四百五 六百七 八百 到菜市场大家收餐的时候 已经有人出价八百块钱 想把它买下来 证明寄住院长的话 所以就没有答应把石头卖出去 只是心里想说 哦 才没隔几个钟头 一百块钱 竟然可以卖到八百块钱 哦 真的 钱很好赚呢 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呢 只想院长说不能卖 好吧 我就不卖了 一次他拿着这块石头 冲回到院长室 跟院长把刚刚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 有没有八百块钱要卖 我好想把它卖出去呢 他说 不急 不急 明天你再把这时候拿到玉石市场去卖 定价是一千块钱 他到玉石市场之后 摆在地上卖 跟昨天情况发生一样 开始没有人问价钱 好 在收摊之前 已经有人出价到六千块钱 要把这块石头把买回去 市民现在想说 哇 昨天是八百块 现在有人六千块钱 我 我我我我 我我心里太高兴了 我真想把它卖掉 只是记住院长的话不能卖 所以他咬紧牙根 坚持告诉所有的客人说不能卖 收摊的时候 他抱着一个很奇特的心情 冲回到院长室里面 把刚发生的事情说明了 刚开始卖一千块的时候 有人出一千五一千八两千三千 一直有人出到六千块钱 只是我记住院长的话 说不能卖 于是我就不卖了 院长点点说 好孩子 你做得非常好 好 明天 你再跑一趟 你跑到 钻石一条街去卖 那售价现在写一万块 这么一听 一万块谁会买这块石头呢 只是院长交办 他不敢违抗 第二天起床之后 他拿到钻石一条街去卖 开始真的是有人说他神经病 一块石头卖一万块钱 谁会买啊 大家七嘴八舌 再说这个年轻人卖石头 没隔多久 有个老年人看到这石头想说 诶 这石头是一块奇石 奇怪的石头 其中一定有奥妙 于是他就跟志明说 这块石头我买下了 志明跟他说 抱歉抱歉 我现在反悔了我不想卖 这老人非常的 不高兴不快乐 我想一万块钱买是给住你面子 你进来不卖 不过看到志明坚持的样子 那也就做罢了 一会有人出价到一万二 一万三 一万五 一万八 甚至三万八万十万 有人出价到三十万要买这块石头 志明心想说三十万啊 三十万 这笔钱拿回去肯定对我们院里面的 孩童跟院里面的开销有多大的帮助啊 甚至这笔钱 可以养活我们一年所有的孩子们啊 只是记住院长的话 心里想 卖 可是院长的话又是交代不能卖 最后他还是没有卖 最后他把这台石头抱回去 把当时一五一十说一遍说 有人要出三十万要买 只是我听你的话没有卖 院长 我请一下 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这块石头卖掉呢 院长跟他讲说 志明 你从小就被父母亲遗弃 你都不知道你父母亲是谁 你的命运就像这块石头一样 好像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价值 你也不觉得你自己很有价值 记住 进入社会之后 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 不管他看得起你或看不起你 你只要记住 自己看得起自己 比别人看得你 看得起你自己更重要 永远不要把自己给看清看见 不要致怨止哀 不要妄置非波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未来的日子 你的这一辈子 就会不断的升值 升值再升值 这故事给我们两个启示 一 相信自己就是做肯定 我们千万不要像致命生日那天一样 一直轻易的否定自己 怀疑自己 看清自己 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们认为 最需要做的事情 不管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和处境 不管我们出生寒门 我们书读的没有变好 我们的专业没有比别人强 甚至觉得自己不好不优 长得丑 这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 那就有自我肯定 肯定你自己生存的 独一无二的价值 你的人生自然就会升值 第二 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是天下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跟我们一样 不要认为自己不差 不要认为自己不好 其实每个人都不差 你只要相信自己 认为自己有本事 自己能把自己做得好 你的前一世 就会把成功的信念 转变成为迈向成功的一种动力 让你勇敢的采取行动 聚意行动 纵然跌倒了 你还会继续爬起来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 你认为自己是不好 不忧 不行的人 你的潜意识当中 就会出现自卑 看不起自己的念头 这会让你变成一个失败者 如果你想要更成功 要更好 你以下有五个方法 可以做好自我肯定 一 让自己对目前的处境有所释怀 不管我们目前遇到任何的状况 这种差这种不好 我们可以在这种垃圾当中去刮花宝 看看我们有什么这样比别人更好的 只要多想自己好 多想自己比别人更优的话 其实你对自己这样处在一种 不满意不如意的状况 一定会有所释怀 第二个 我们一直要不断增强正面的观念 有时候一点难 但比较简单的方法是 把所有的负面的念头一一跟他说再见 一一跟他决裂 我相信你会让自己头抬得起来 你觉得工作有趣好玩 甚至我非常羡慕自己 我们有工作别人没工作做 如果能做到这点 你自我肯定的念头就越来越强 第三个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发扬优点 那绝对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 拥抱我们自己的缺点 缺点就像每个阴暗面 老天爷对每个阴暗面当中 都藏着许多的优点 它对应一个我们生命当中 可能出现最好最棒最优的礼物 其实阴暗面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只要我们真心的拥抱它 我们就活出一个完整有用的生命 第四个 每天要做自我练习 你可以常说这三句话 我 我每天都过得比人更好 比人更优 比人更棒 我每天都会有所进步 我 比任何人都能干 也比任何人都聪明 我们有好点子 有好方法 有好创意 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益 我信心十足 不然在任何的公开场合 我都很有自信 而且非常清楚的说出我心里的话 只要你不断的练习 轻敲打自己的穴位 这些话 会无形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最后一个方法是 要去解决问题 光转换心情还不够 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你要下定决心 积极主动发挥我们的创意 找出可能的解决的选项 如果人不懂 可以问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脑力激荡 我一定会找到 我们可以解决方案的内容 最重要的 我们要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成立在问题当中 最后 我向各位建立起尊敬自己 接受自己的爱自己的惯性的模式 爱是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力量 爱你自己是成功的燃料 不但会让你有好心情 也让你找到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所有一切 记住 成功不会毫无理由就会发生的 因为它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基因 好运或者凑巧的事件 也不是外在事件所的结果 它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 身上所发生的每件事情所做的任何评价 只要我们好好尊敬自己 爱自己 接纳自己 肯定自己成功就忘 在我们眼前 祝各位 你有个好的未来 只要肯定自己 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成功的殿堂 再次见面 拜拜